8月14号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楼峰表示 美国如对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将使其经济增速下降0.06个百分点 楼峰称 他的团队基于数据库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 模拟分析了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影响 第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的3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 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少于0.06个百分点 而且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速是远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 因此从向低的营养成果来看 美国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是更大的 第二个结论就是从物价和社会福利来看 美国对中国的3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 是不仅会提高美国的物价水平 使得美国的CPI指数是上升0.16个百分点 而且也会损害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 使得美国的社会福利的损失82亿美元 第三个因素结论就是从进出口来看 美国对中国3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也不利于美国进出口 使得美国的总出口增速减少于0.42个百分点 进口的增速减少于0.85个百分点 楼峰称 研究表明 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 总体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复苏 是不得人心的政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